好了嗎? 好 金條馬開箱 金金 金 工作 南投酒廠的 集 ROM 好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魯丹米酒,我是魯丹 那在前一陣子我們的南投酒廠就有出了這一支 有過桶版本的藍母酒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它用紅甘蔗做成的藍母酒 大家應該知道甘蔗有兩種 一種是白甘蔗,一種是紅甘蔗 那白甘蔗就是我們一般拿來做糖所使用的那一種 那紅甘蔗就是一般我們直接拿來啃的那一種 沒錯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的紅甘蔗做成的藍母酒 那之前我們有開箱過台灣的另外一支藍母酒 是我們那個文藝復興的藍母酒 對,文藝復興的藍母酒也非常好喝 但是相對,價格比較高一點點 那它是使用白甘蔗做的 而且它是過雪莉桶的 那這一支呢是我們的紅甘蔗做的 那魯蛋今天要開箱的這支呢 是我們的首發版 都說第一次是最美好的 對,所以首發版有這個貼紙 那老實也跟大家講 這一支並不是魯蛋自己花錢買的 而是我們酒友贊助的 是好朋友們贊助的 所以也謝謝我們今天的酒友當我們的乾爹 讓我們今天可以開箱這一支 那這支藍母酒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它是用紅甘蔗去做的 這是在藍母酒比較少見的 因為大部分是用白甘蔗 嗯,比較甜 或者用糖膩 那再來呢,它的熟成年份是五年 我們在藍母酒來講五年其實也算滿長的 它跟文藝復興的藍母酒一樣 它是圓桶強度 對,那這一支呢是沒有加水的圓桶強度 那至於是不是單桶呢 應該不是單桶 它應該是批次調和的 那使用的桶這邊寫Virgin Oak 就是我們的處女桶 也就是我們全新的白香母桶 那酒精濃度非常的驚人 來到了59.2% 顏色來看呢,其實 吃桶滿深的啦 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畢竟跟威士忌一樣 它在台灣熟成 大家都知道Android雪比較高 那熟成的速度相對也比較快一點 那吃桶呢 五年的時間 就可以吃到這麼深的酒色 所以呢,相信它的味道 應該跟我們南投酒廠的威士忌一樣 是非常的飽滿,非常濃郁的 那至於紅甘蔗跟白甘蔗 帶出來的味道 會有什麼樣子的不一樣 我覺得吃起來好像不一樣 吃起來我們知道不一樣 紅甘蔗多了一點蔗香 那白甘蔗是比較甜一點點的 甜到會膩 而且呢,白甘蔗它多了一股清草味 那大家如果沒有吃過白甘蔗的話 至少應該也在夜市喝過白甘蔗汁啊 喔,好 對對對 可是那是熱... 冷的啊 喔,有冷的齁 對啊,對啊,對啊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讓我們把這一支齁 來自我們南投酒廠的吉蘭姆酒 打開來試試看 看味道怎麼樣 蛋有幾支 一支而已啊 怎麼了 沒差啦 就把它給開了吧 那個拿口下來 不行 口下來貼下一個版本啊 那根據南投酒廠那邊的說法 這支吉蘭姆酒的首發版 開賣沒多久其實就已經完售了 所以現在市面上看到的 如果沒有這個貼紙 基本上都是二版的 買貼紙 買貼紙嗎?我們直接做一個貼紙來貼 是不是? 對 那日期也不一樣啊 它是甘蔗耶 對,它在首發版的貼紙上面是用甘蔗 去做樣式 那瓶子呢 基本上跟我們的風味桶的威士忌 是一樣的瓶子 這應該不會斷吧 不會啦 這水晶瓶塞怎麼會斷呢 好難開喔 這樣就開了 那其實它的味道在我們台灣民眾們應該是還蠻熟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前一陣子疫情蠻嚴重的 那我們台酒也有出我們的消毒用酒精 那大部分就是用甘蔗下去做成的消毒酒精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喝喔 不是不是 我們喝過啦 喔 所以換句話說呢 它裡面塑定會有一些我們在疫情期間的熟悉味道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酒精味 但是就要看它 在這五年的熟成當中有沒有把味道變得比較圓潤 它為什麼感覺有個奇怪的味道 它有一點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那個蘭姆酒特有那種淡淡的塑膠味 喔,對呀,塑膠味啊 這個味道很熟悉 可是它這個塑膠味跟一些種植類的蘭姆酒 相較之下它又沒有那麼重的塑膠味 它就只是塑膠味 它沒有到燒塑膠 不是,它不是燒 它的塑膠味是很像你新的一批塑膠袋 拿起來那個味道 應該說是有點像是我們那個黑色的垃圾在打開的時候 喔,對對對,對對對 大概給你很熟悉 它有堅果皮的味道 有,有一點那種 開心果的皮啊 或者是 腰果皮 腰果的皮 對對對 沒有什麼甜味 對對對 那它比較接近甜味的味道 我覺得聞起來是 奶油 黑白汁 有一點像香蕉水的味道 然後一點糖 蜂蜜 蜂蜜嗎 不像耶 我覺得不像蜂蜜 比較像飲料店蜜茶 對 有點像是 沒那麼濃的蜂蜜啊 對 然後它最下層帶一點奶香奶香的味道 但是下層相對的酒精的味道也比較重一點點 整體而言它的香氣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 在下層的地方酒精的那種味道還是蠻明顯的 這把數 59.2 對 說不定這酒精味道那麼重 跟它的酒精度數比較高也有關係 我是說喝下去會不會有點 受不了是不是 對 不會啊 我們來試試看 好奇怪的味道 那是很獨特的味道 就是藍母酒的味道 可是又沒有我們正常熟悉的那種藍母酒的味道 它一開始有蔗糖的感覺 真的 很像在吃甘蔗 就是那種紅甘蔗 就我們那個路邊在削的那種甘蔗直接咬的感覺 一些巧克力的味道開始出現 蜜糖的香氣出現了 嗯對對對 有甜 後面感覺有甜味 它一開始酒精感沒很壯 嗯 59.2我們原本以為喝進去會很衝擊很強烈 但是其實一入口的時候意外的還蠻順口的 意外的甜 對 可能是因為甜感比較重吧 含著含著當幾個層次過去之後 準備要吞下去的時候突然 哇感覺好像整個嘴巴的水被拖走的那種感覺 嗯 酒精感就變重了 對然後酒精感就變得很重 然後可是吞下去之後呢 也不會有那種燒灼的感覺 嗯 就還好欸 所以它的酒精感可能是要在跟我們的嘴巴接觸比較長的時間 才會突然出現 那如果平常喝的時候小口的喝 然後潤潤潤潤我覺得應該也是還好 然後它剛剛入口有個味道 忘記了 那就再喝喝看 真的有個很重的味道 可是我忘記了欸 喔 我得到了 葡萄酒的味道 葡萄酒的味道 嗯 嗯 有一點 有點像我們喝葡萄酒的時候 鼻子會有的那種味道 對 可是它本身是沒有水果丹寧的 它最多就是木頭的丹寧而已 那就是木頭囉 有可能是木頭給它丹寧的味道 酒精素 酒精度數比較高吧 味道帶出來 有可能啊 因為畢竟它酒精度數高 可能會萃取更多 不一樣的味道出現 對 它尾韻其實是 沒有特別長 我覺得算是中偏短 甜 對 清甜清甜的 可是在香氣上面 就沒有那麼長 青草味比較重 確實 在 後段啊 嘴巴殘留有一些青草味味道 嗯 比較重 然後整體尾韻也是比較 偏短一點點的 不像是他們家的威士忌 尾韻非常的悠長 可是它的尾韻就 青草味還蠻悠長的 就整個青草味 我現在嘴巴整個都青草味道 我覺得是青草跟那種堅果皮的味道 嗯 還有一點苦苦 嗯 有一點苦苦的味道 好啦 那整體而言 你對於這支我們 極圓桶強度的台灣紅甘蔗 單一藍牧酒 你有什麼樣子的感想 喝完就想睡覺了 喝完就想 因為酒精濃度很高 是不是 有點高 我覺得它的香氣層次是 非常的豐富 我覺得這真的還蠻特殊的耶 它一下去的甜味 讓我覺得有 葡萄酒的感覺 嗯 好像在喝葡萄酒 後來酒精感上 不對 這不是 而且雖然他們都是 跟威士忌一樣都是過香木桶的 但是他們喝起來的 表現上面 我覺得是截然不同的 對 它這支酒的話呢 跟威士忌比起來 感覺是比較不一樣的 威士忌感覺比較沉維一點 它感覺就比較活潑一點點 嗯 然後包括在後段的那個 酒精 就比較張揚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尾韻也是跟威士忌比起來 比較短一點 那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 體驗也是還不錯的 那當作 平常在喝 雖然它的單價 不是特別便宜 平常在喝這個 牛金濃度也太高了 也是啦 對啊 但是就是 比如說 禮拜五啊 或者是 像今天 禮拜天 我們拍片的今天是禮拜天 明天要上班了 所以想要 喝一點 調適一下 明天要上班 嘟嘟的心情 喝一喝明天就可以請假了 喝一喝明天就可以請假 但是喝太多 不一樣 那明天會宿醉 如果說我們平常喝威士忌 可能有點喝膩了 想要換一下口味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而且其實你說 便宜嗎 我記得它的定價好像是2400還是2600 對 以定價來講的話 便宜嗎 其實不算特別便宜 但你說很貴 貴到買不下去嗎 好像也還好 以目前台灣產的圓桶強度藍母酒來講 我覺得這個價格還能接受 對 那至於想不想嘗試 我是推薦大家嘗試 但是大家願不願意 把錢拿出來試試看 就取決於個人 或者說也可以到酒廠 點單杯啊 對 南投酒廠可以點單杯 然後或者是像我們台北歐馬館也可以點單杯 其實很多我們外面不好買 或者是已經買不到酒到那邊都可以點單杯 我覺得喝喝看啦 有些人應該會喜歡 應該會蠻多人喜歡 所以一些平常喝威士忌的朋友們 如果想要嘗試藍母酒的話 這支我還蠻推薦的 可以去試試看不一樣的味道 好那以上是我們今天開箱這支齁 來自我們南投酒廠的 極圓桶強度的台灣紅甘蔗單一藍母酒 而且是我們的首發版 那今天影片就要喜歡這支影片 就幫我們點贊分享 想看任何朋友們 歡迎到朋友們的朋友們 如果想看到第一支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我會不適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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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這高球鏡頭好可怕 車碗舌頭都打起來了 現在已經有點暈的了